大家好,我是小文官 聽到窗外的娃娃叫了沒有 可能是蛤蟆 不過後來就會不叫 聽說上次我錄的那個脆脆的葉子的聲音 嚇到很多小夥伴 所以今天我想用比較溫柔一點的刀 我會彌補一下你們 不過在此之前你們要先聽一個聲音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們開始吧 只要一邊一邊來 先聽這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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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下的小动物脚声是一阵一阵的 我已经发现这个过程 所以还好不是太影响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我已经发现这个过程 打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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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色的毛钱 不知道你們喜歡嗎? 我們先倒一會兒多 香檳之下 香檳之下還算溫柔一點 但是呢可能也沒那麼溫柔的那種 先來吃吧 我們先吃了 好看 你吃吧 好看 你吃吧 我不吃 太甜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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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把它弄好 一生充满小龙下班的时候 我就不猜 直接掏耳朵吧 一生充满小龙下班的时候 现在我们只是在外面转转 接下来就 用这个进入到里面 然后轻轻地蹭一蹭 不过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在实际的使用当中 到底要不要放进耳朵 还是它只是拿来 蹭蹭脸什么的 有人知道的话带来告诉我一下 不知那样的 让我把我的踪设 把冰箱打一次 下一下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 下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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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试试试 我發現真的,你看比如這樣到耳朵,一直輕輕的在外面蹭一蹭,就總感覺不夠。 一定要進去,到底用力再過癮,有很多時間都是留的。 神奇,但是說到過癮,其實這個比較舒服。 接下來把耳朵量調輕一點點。 然後,你試試看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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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